宇宙的真理 我们这样讲 我们讲宇宙的真理 还有一点概念化 还有一点天然外道的见 圣圣的佛性的 它的常乐这种特性 常乐我尽的 安住于这个佛性之本然 然后又带着这个无尽的大愿 所以这个记忆里面就有与乐 就有乐的 无为之乐 灭就有拔苦 无为灭苦 阿难 法藏比丘 于其佛所 诸间摩罕 龙神八部 大众之中 法师弘士 见此愿意 一向专制 庄严妙度 所修佛国 开阔广大 超胜独妙 见力常然 无衰无变 于不可思议 照载永邪 即使菩萨 无量德行 不生欲绝 称绝害绝 不起欲想 称想 害想 不着色身 相畏触法 任力成就 不计众苦 少欲知足 无染慧失 三昧常计 智慧无碍 无有虚伪 残取之心 何言爱语 先亦沉温 勇猛精进 志愿无倦 专求清白之法 以慧力群生 恭敬三宝 宗世师长 以大庄严 具足重行 应诸众生 功德成就 祝空无相 无愿之法 无作无喜 观法如画 愿离出言 自害害彼 彼此俱害 修习善语 自立立人 仍我坚立 弃国宣王 绝蓄财色 自行六波罗蜜 教人令行 无央数捷 积功累得 随其生处 在意所欲 无量宝藏 自然发应 教化安利 无数众生 诸于无上 正真之道 或为长者 居士 豪信 尊贵 或为 岔利 国君 转轮圣地 或为 六欲天主 乃至 梵王 常以四世 供养 恭敬 一切诸佛 如是功德 不可称说 口气相结 如幽波罗花 伸珠毛孔 出沾潭香 喜香 铺熏 无量世界 荣色端正 向好书庙 其手 尝出 无尽之宝 以赴饮食 真妙华香 增盖床帆 庄严之巨 如是等事 超诸天人 于一切法 而得自在 法章比丘 获入圣身禅定 言词戒律 遮止 贪嗔痴 一切不善之法 修习 慈悲喜舍 广秀供养 乃至 身为 泛王 六玉天 转人圣王 世间国君 虽然我们表面看上去 好像 是一个领导 是一个商人 是个天王 但是 这个都是 法章比丘 在菩提 宏愿下 为广集资粮 行菩萨道 所以我们来到 五台山 朝拜 文殊菩萨 也是这样 不能一起 凡夫见 因为很多佛弟子 都知道 来朝五台山 你第一个到这 哪怕有人给你卖东西的 都要给他买 因为什么 因为一直惦记着 文殊菩萨 赢云一千里 谁是文殊菩萨 我也不知道 你别漏掉 给我买东西的 甚至跟我乞讨的 都要给 因为什么 因为文殊菩萨 他常常喜欢画线这样子 他问你 乞讨 度我们的千摊 知道吧 而且呢 到了五台山 要看 哎呦 这位可能是文殊菩萨吧 这位可能是文殊菩萨吧 反正就把终身 都当文殊菩萨 你肯定就漏不掉了 然后一花一草 一石一个溪水 一个山峰 这是不是文殊菩萨 发现 这文殊菩萨 住在这里 这些山啊 这些树木 都是净水楼台啊 他们都得到文殊菩萨 多少次的观照的呀 放光 色素 哎呦 这个石头 有可能文殊菩萨 踩过的 哎呦 那赶快手摸一摸 头顶一顶 沾一点石头光 跟文殊菩萨 套个近乎 请问 你这样子 有这样子虔诚的心 你会不会得到 文殊菩萨加持啊 会呀 所以过去 有一些大修行人 带土地来舞台上 特别会灌照土地的 你们到了舞台上 要小心啊 哎 我师父也是这样 我们还在那个大佛寺呢 还没有动身呢 我师父就 啊就准备了 啊 把那个 那个大长 长海青准备好了 他还特意 穿在身上亮亮 啊 给我看 怎么样 嗯 很好 我说你为什么 穿成这个海青了呢 我师父平时都穿 黄海青 红架沙嘛 结果 找了一件那个灰的 灰的大海青 我说师父 你怎么穿这个海青呢 我说去朝舞台山啊 看到出家人就给他磕头 肯定文殊菩萨会被我磕到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很多很多大德 我都听说 他们来都跟弟子们叫话 到舞台山 不要等闲事之啊 福生踏得清凉地 寸土能消 万劫灾 大到这个土都能消灾啊 所以这个就是 佛弟子应当以佛弟子的质见 朝圣应当以朝圣的态度 所以就生怕我们住在舞台山 住住住住 提草若厚 麻木了 我天天提醒我们 你在舞台山啊 你在舞台山 睡觉都要拍拍地啊 你睡到舞台山啊 不要搞忘掉了 跑到这里盖庙的 盖到后来盖了 盖麻木掉了 天天不要忘掉 你在舞台山 这是一个凡夫都能踏足的圣地啊 都帅天是去不了的呀 我们是一般人去不了的呀 香巴拉 香巴拉 岔土也是去不了的 龙宫 我们也是没有份的 你哪能去到龙宫啊 同色吉祥山 也是去不了的呀 灵鸠山岔土 我们也很难去的呀 灵鸠山岔土 就这个舞台山啊 凡人都能来的呀 所以我提醒这个 就是说 那你想想看 我们为了朝拜文殊菩萨 我们就什么样子的人 乃至一只小狗 我们都不敢轻慢啊 你知道我现在 我现在住在舞台山 我现在也是 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别人看了 也要神经兮兮了也要 我吃饭的时候 有个苍蝇来 我都很难啊 我说敢不敢它呢 万一它是文殊菩萨 化线来检验我的呢 所以 哎呀我这个 好纠结 一个蝴蝶飞过来 哎呦 这有可能是文殊菩萨 来看我来了 就这样 表面看有点神经兮兮的 实际上这个很好 就要这样修行 你就要这样子想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苍蝇的时候 你不能看苍蝇的像 请问苍蝇有没有佛性啊 哎 苍蝇的像是它的夜报 但是苍蝇的心 请问苍蝇的心 苍蝇的佛性 是不是也是不增不减的呀 苍蝇的佛性 跟我们的佛性一样不一样 我们的佛性 跟文殊菩萨佛性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呀 所以你把苍蝇 你看到它佛性的时候 请问 你是不是就看到文殊菩萨了 实际上就是啊 这就叫平等像 什么平等像 看佛像才是平等像 你如果只看苍蝇像 那叫差别像 这是众生夜报像 请问 你要归佛像 你还归于夜报像 要归于佛像啊 我们现在也是踏到清凉地了呀 我们这个内心要有感触 要有感动 纵使爸爸妈妈生养我们 这个 那样子的不容易啊 但是我们如果不去 义母恩 不去细念 不去思考 我们的心中也难以产生感动的 我们那个宝贵的孝心 有时候也是难以生起的 所以对佛的德 我们也要去思维的 要去思维 然后那句阿弥陀佛 才会念得那么丰富 那句佛号才会念得充满感恩 那句佛号才会念得兴兴祈求 所以在后面 佛陀再跟我们讲 娑婆世界的苦 然后我们在你佛号里面 还要具足 念念艳离 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一句佛号要具足 心艳而两种意义 叫心艳具足 所以这句佛号念得怎么感恩 能像不像 散导大师那样的 跪在那里 两手合掌 念到流泪出汗 那个才是 深深超越十万亿佛徒 极乐的莲花 念念增长 光色明耀 越来越大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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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里面就看 那你能认识阿弥陀佛吗 阿弥陀佛除了 阴光大师讲的 散导大师 是阿弥陀佛化身 我们佛教界 还有净土法门 也是 也都尊那个 永明严寿大师 是阿弥陀佛化身 永明严寿 我师父跟我说 你看 永明 是不是 无量光啊 严寿 是不是无量寿啊 我说是的呀 永明严寿大师 就是阿弥陀佛啊 所以我们 我们过的阿弥陀佛生日 因为我们怎么知道 阿弥陀佛生日嘛 是因为永明大师的生日 是11月17号 所以我们就把永明大师的生日 当成阿弥陀佛生日了 圣诞日 那这个之外 永明严寿大师 是宋朝时候的人 唐朝的时候 在国庆寺 还有一位 叫风干禅师 有一位那个天台中的郡主啊 来上任的时候啊 肚子疼 就遇到了风干禅师 风干禅师 给他念着咒语 加持那个水 一喝就好了 哦 这位特别感激啊 就问 这位师父啊 你是哪里啊 他说我是天台国庆寺的 他说哎呦 我正要去天台上任啊 他说你有没有我要帮忙了呀 能够什么 我这个小官能为你服务服务啊 我能到那里能参选哪些圣贤呢 风干禅师跟他说 说有 国庆寺啊 韩山时德 来文殊 朴贤化身也 哦 所以这位上任之后 马上就来 国庆寺就去 就就就 就到了国庆寺就向人打听 就说 请问 韩山时德在何处啊 那些出家人都 像 我们是大法师多的事 这个不见大法师 要见 韩山时德 说的 因为什么 啊